原标题 湖南新宁人乡军创始人之一 其麾下楚勇骁勇善战 曾率八百壮士在缩一路摄附太平军 击毙南王丰云山后阵王于罗州 必须一 湖南乡乡人是季江中元后清军第二大救火队长 曾功克武昌九江 护在三河镇被英王陈玉成击毙 报抄重庆凤杰仁一生历经五百余次大战 身受一百零八处伤疤 堪称汉将中之汉将 不过除了这三位汉将 清军中还有一位作战非常勇猛的将领 即使淮军汉将成学习 他一战斩杀太平军里就成部九位大将 后在攻打加薪时被爆头而亡 成学习一八二九年至一八六四年 安徽同成人 晚清著名汉将 屡历战功 早年成学习家境贫困 父母造势 族人成为动之母抚养成人 对其养母十分孝顺 一八五三年六月 太平军西征 开辟晚将根据地 附近贫苦大众纷纷参军 成学习也是这股参军朝中之一员 加入太平军后 因其作战勇猛 官职一路飙升 风为碧天玉 可以单独招兵 此外 安庆首将一人来对其十分赏识 还将自己的小姨子嫁给他为妻 以示恩宠和笼鹿 1860年五月 趁着陈玉成 比秀成东征苏长之际 曾国藩 曾国全兄弟围攻安庆 成学习奉命守卫 北门迎来 祖姬相见 安庆 位于长江北岸 东基东北部有灵狐 西级西北有晚江 南面则是长江 只有北门通缉 闲关为陆路要中 成学习能镇守此处 除了作战拥有猛外 叶云来信任是关键 要知道 太平军水师力量弱小 没有治疆权 安庆补给比较安全的通道是陆路 成学习之重要性可想而知 事实证明 成学习很厉害 湘军极自营再厉害 也无法攻破北门迎来 安庆良到畅通 不过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成学习在安庆会战的关键时刻 投降了曾国权 并未相军效力 1861年8月 成学习献让北门决地攻城之际 引爆城墙脚下地雷 轰塌城墙数十丈 而后亲自冒着枪林弹雨 从炮眼杀入 安庆由此陷落 拿下安庆后 在曾氏兄弟的宝奏下 成学习被授予从三品游击之职 刺带花岭 成为大清官员 随后 成学习追随曾国权攻占吴梅州 运草镇 东关镇 所力战功颇多 升为三品参将 并受命自立迎头 阔军围开自营 1862年 李鸿章 李鸿章兴万怀军 向安徽老乡成学习伸出橄榄枝 希望他能转头自己挥下 一起东征上海 江苏 建功立业 起初 成学习不答应 认为去上海跟李秀成打无疑找死 毕竟 李鸿章从没带过兵 没啥经验 后来 成学习在孙云锦炫说下觉悟了 自己是安徽人 在宜良湖 人为主的乡军是混不开的 无畏挽人 于乡军中南自立 大丈夫当别成一对 岂可敷养阴人 为此 成学习加入转头怀军 并成为李鸿章麾下第一肖像 在东南战场实险 杀敌无数 1862年5月 成学习绿开自营将士 追随李鸿章东征 先期抵达上海 没想到 却受到上海市深嘲讽 说他们是盖军 没啥战斗力 就是一帮叫花子而已 李鸿章对此也是颇感无奈 急需打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 为此 成学习便亲自带兵与太平军在清浦 嘉定 南汇等地基站 连战连结 瞬间提高了李鸿章与怀军之威望 1863年11月 成学习拥挤拿下苏州 先是假装招抚 告永宽等八将 让他们杀掉守城主将 谭少光 而后 则被信系一斩杀 告永宽等八将 可以说 在苏州战斗中 谭少光 告永宽 武贵文 汪安军 朱文家 范启发 张大洲 汪怀武 汪有为等九位太平军将领 军直接或间接死于他手 由此可知 成学习这人实在够狠 杀人如麻 拿下苏州后 成学习乘胜进攻加兴 兵封锁道 太平军无不溃败 1863年12月21日 成学习终于扫清加兴外围防线 抵达城池下 不过 由于怀军连续数月激战 将士十分疲惫 虽然摧毁了成万个营雷 但依然无法破城 为此 成学习十分恼怒 直接下令斩杀临阵退缩 不愿继续攻陈的守备江宝胜 以此表明不拿下加兴事不罢休 1864年1月 成学习亲自出马 带着部下登城进攻 但却被太平军用洋枪队击退 有点狼狈 2月 成学习表示严重不服 于是 再次组建赶死队 并由自己亲自带头冲向城池缺口 无奈 此次他没那么幸运啊 太平军洋枪队直接将其爆头 击中头部阻太阳穴 三月 成学习因脑将崩流 不治而亡 纵观成学习之征战生涯 他作战勇猛 所向无敌 身受太平 军 乡军 怀军 这三支武装赏识 但是 成学习为人太过残忍 不仅向曾经的战友举起屠刀 而且做法比怀军更过分 尤其是苏州沙祥 为此 李鸿章说他 军一将人也 奈何拒之于此 有意思的是 甲午战败时 李鸿章又想到了成学习 说 成帮中若在 和幽静地位 可以说 成学习虽人品不行 但战斗还是很勇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